是不是正單純或者加息屬於收銀筋 或者甚至乎 Seven 你的想法就是 其實收銀筋不是現在這一分鐘開始 其實美國也好 去年可能年底都已經開始進行 是 不過我本來就分開所謂有幾招 liquidity facility 美國一直都在退休 取而代之的就是量化寬鬆 這個是看聯署局的 balance sheet 已經是比較清楚的 一個少點一個多點 所以你說它是不是在退休 它一直都在退休 liquidity facility 就是流動性機制 一直都在退休 但是那個所謂量化寬鬆的印銀子的政策 一直都在加緊的 到本來就是上年結束了 它就extend到三月 那會不會再extend是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它肯定不會買一些asset出來的 就是因為傳統的定義退市 就是說它買了這麼多兩房資產 如果它賣出來 你就可以說它是退市 它沒有繼續買 你只可以說停止舊市 所以從這個定義上 我覺得它不會賣出來 就是它可能就會賣多一點 那所以我又會覺得它 就是在這個定義上 它真的不會退市 那就是 不過呢 那個liquidity facility 事實上呢 雖然它是美國一直在退 但是歐洲它急年底退了之後呢 又好像對於整個經濟體系有一個 sorry 金融體系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如果有些人看回就是 希臘為什麼這次有這麼大的危機呢 就是跟ECB 它收緊的liquidity是有關係的 那ECB 因為希臘本身是三條B的評級 那本身呢 如果你拿著 譬如你銀行買了三條B的評級的債券呢 你拿個ECB當作的話呢 ECB是不會給你錢的 或者那個hair cut會很大的 所以那個就不… 但是呢 救市的其中一招呢 ECB就說你只要是歐盟的其中一個國家 你拿他們的債券來當作呢 那我就可以給你錢的 那所以呢 譬如你債券100元 那我就…ECB會給你100元 那這個就是一個機制 但是機制就是去年年底停了 那所以呢 如果銀行本來拿著 歐盟其中一個成員國就是希臘 那些債券 那他拿著幾厘息就很開心啦 就拿去ECB當作 那盛賺幾厘息就很開心啦 但是這個機制就停止了 這個就是我所謂的流動性機制了 那流動性機制停了的時候 那你… 變成了所謂我們所謂的funding 那個alternative for這個希臘這張債券就少了很多 那所以流通性 就是沒有那麼高的時候呢 也都可能反映了 為什麼他這個債券突然之下1月這個時候呢 出現問題 當然對我歷史因素 就是政治因素 其他因素 但是流通性機制 其實都是一個挺大的因素 所以雖然我說 就是流通性機制呢 就是主要用來救一個垂子必然的人的 但是就是… 正正希臘可能就是垂子必然 所以他沒有救的話呢 就會出現問題啦 那這個都是… 不可以… 我想都不可以不留意的東西啦 除了就說… 就是剛才你說到的 那些退市呢 其實就可以有很多種方法之外 其實就… 另一樣東西就是… 去年你整個金融市場 叫做理想 不多不少就是靠很多政府去泵水 但剛才KC也說到一樣東西就是… 今年政府可能的能力上已經受到限制了 現在來說 在沒有那麼多水泵下去的時候 其實是否都是對經濟 對投資市場都會構成壓力 因為去年有那麼多水泵下去就… 可以刺激到很多東西 包括就是… 就是… 就是內地的汽車那些銷售那麼厲害 都是靠內地的政府去… 去做一些… 呃… 政策啦 美國也都試過啦 就是舊車換新車計劃這樣 又去令到有些汽車銷售量好的時候 令到… 某幾個月的那些數字很理想 那… 今年… 如果你… 其實都沒有多些能力 沒有多些資金流入去的時候 其實是否都… 我又沒有用退市呢 就是沒有去年那個流動性 或者沒有那麼強的時候 沒有那麼大的支撐的時候 都是一個隱憂來的 嗯… 即是打個比喻啦 舊市呢 就是落大雨 傾潑大雨 那現在呢 就是落到水浸了 海嘯的… 海嘯式的水浸了 那由於那個銀行信貸呢 還是一般的 那你可以當那個蝦渠塞了 那蝦渠塞了 那蝦渠塞了那些水還在那裡浸 那現在呢 你說退市呢 那個比喻呢 就是說 不下雨了 停一月就出太陽了 蒸了些水出去上去 那是否一出太陽 那水就馬上蒸了 蒸了手薩呢 不是的 那些錢呢 扣了到市場上呢 就是… 覆水是難收的 就是… 你好像佩拉奇說 就是拿直升機扔錢紙 你扔就容易收就難了 你試一下 現在看看哪個有 有些銀子扔的 看看拿回就有些 很難 那你拿回… 拿不回的時候呢 銀子走了出去呢 就是乘數效應 那些乘數效應是倍數計的 那你… 如果你扔100張出去收回一半的話呢 你還有一半呢 那些乘數效應都很厲害的 所以那個油脂過剩的問題呢 我就不太害怕的 我覺得最大問題是什麼時候呢 最大問題是說 當那個通脹漲到去見頂 這樣呢 才蠶食了那些油脂 那…那頭才… 現在就還未到的 那你不怕阿爺收到這種東西呢 那你阿爺才不是阿爺 阿爺才不是阿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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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的比喻 阿… 呃… 什麽玩呢 你怕中國政府在收緊他的… 收緊他的… 我不怕 我不怕 只會連大把錢拍的 只會收… 他收他自己… 那… 大陸那裡呢 其實就沒有什麽投資工具的 那些東西可以這樣炒上去呢 就是因為太多的錢 太少的投資工具 他現在收水呢 都是炸家衣而已 0.5個準備金了 未… 未有什麽影響 你等他真是… 真是發狂那支車上去 那… 那才怕你未知 你想想 他0.6、0.7 是不是也是這麽搞法 是吧 0.6年開始 加準備金率 跟著加息 跟著又升值 三料齊發 那你都… 7年10月才留市 不用這麽做的 那但是問題就是 阿爺做事就… 說真的你加了0.5個 我承認是… 不嚴重的問題 說真的 內地那些… 銀行太傳比率那個… 那個水平都是7成左右 你現在… 有段時間都未去到 他的警戒線 但問題就是 現在阿爺做事的方式呢 不是… 不是單純就是… 那個… 那個… 數字是多少嘛 數據是告訴你而已 嚇嚇你而已 是吧 那你不怕就不要緊 我… 你停了而已 你… 你停了而已 但是你… 你推了出去… 那個市場那些錢 還在市場那裡走來走去的 那你正在轉著 那個… 你不要收回 即是你現在… 你說停了 你就是停了 不推錢出去而已 你未至於抽回來 即是你現在加了準備金率啊 都是你限制那些人 不要… 限制那些銀行 不要借錢出去而已 你叫停了那些銀行 不要貸款 你都是… 不要泵錢出去而已 即是… 用他剛才所說的 就是停止舊市而已 那你真的要扯回那些錢 銀行 看來呢 你要加息 你加息才有的有因 即是… 即是… 除非你… 出去… 叫人那個矯蟹拿… 拿錢… 把銀行政府 但… 你說矯蟹的情況就是這樣 就是… 本身很多人就… 發了很多架槍 出去打劫 這樣就啪啪啪啪啪啪 在那個市場 投資市場上 在那裡做世界 那現在問題就是 阿爺就… 告訴你消禁了 即是不要搞了 你什麼都不要做 那他個個不敢出去做事的時候 你叫那些人不要做 你叫那些銀行不要做而已 那你叫不到那些散戶 不要炒股 不要炒樓的 那銀行不敢做的時候 他們都害怕 即是… 至少一件事情 問題就是他的錢 多得交關 那一樣炒股 炒樓 可能不用做案件的 他照炒可也 因為… 現在其實炒到樓的那些 譬如在大陸這樣說 現在是樓市嚴重一點的問題 他炒到樓的那些 主要都是… 真是富豪來的 一次可以買很多個單 當然不是窩居那些 窩居那些 窩居那些炒樓 即一定是… 很有錢那些 那些… 你收緊對他沒有用的 他一樣是大把錢 對不對 一樣炒上去 所以呢… 其實… 一個股市的樓市 炒不炒得上 都是看那… 若光八個千個富豪而已 是不是 你… 如果在收緊是影響不到他的 他不是一樣照炒 對不對 Steven,你先提醒 是不是應該有幾個時間 聊聊天 好吧 好吧 夠時間沒有? 夠時間走了嗎? 我看到你正在收拾東西 是不是 還沒給觀眾… 四點五十分 你們可以給到天空 你問吧 有沒有… 有些觀眾… 即現場那些 有沒有東西問呢 不如… 有沒有問題 你…你問吧 是… 是… 今早上拿到最新數據 就是… 珠光灑的米 其實他的花錢是沒抓的 誰啊? 哪隻? 珠光灑道客 是… 珠光灑道客 我願意你們搜索的數據 你拘捕的 你會不會正確的 你不要忘了我 這個問題只是你會答應 新股呢 我的答案就是 儘量比吧 暫時比一比 因為你整個市場 哇,還叫走音了 很明顯 真的很害怕 最大的問題是 你現在整個市場的氣氛 正在逆轉著 我什麼時候說得對的 我什麼時候說得對的